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 琪琪 Illustration 的插画工作室创办人 我们欢迎琪琪 你好 是 我们琪琪很年轻 在我们这个 对 但是在我们这个品牌 我们也经历了两年 对不对 也蛮久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短暂来讲 简短的分享我们过去的学经历 我们琪琪其实念的是传播 对 我自从政大传播学院毕业 但是我之后出来 没有念就去念传播 反正是在大学的时候 有去学美术 所以就是 不是美术 学素描 所以之后就想要去念平面设计 跟艺术相关的研究所 然后之后去英国一年 然后才回来台湾这样 对 所以我们研究所在英国当时候念的 就是设计相关 对就是平面设计相关 所以有做绘图这样子 那时候就有 不过没有像现在这么成熟 那时候主要是比较以研究 然后找到 用研究的方向 然后加一些做一些作品这样 对 所以其实我们后来回来之后 我们有到相关的工作的企业去做服务 对不对 我那时候就是 回来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出版社工作 对 然后 因为也就是跟以前学的传播或什么有 有稍微相关 对 然后 大部分 就是 就是 不过我觉得 那时候好像没有很直接的跟艺术 我真的了解就是 坚持一件事的重要 可能他们也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找到一些人生想做的事情 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 那时候我就也是回去反思说 那我自己想要做什么 然后 什么是我想要 可能真的是想要坚持 比较久 然后可能想要成为 我主要一生想要做的事情 这样子 嗯 所以后来就觉得说 嗯 我还是还蛮想要继续 把插画当做工作 对 所以后来 对啊 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个东西的出现 但是我们这个过程 其实走到这里很漫长哦 我们若回到这个 当初创立的时候 其实我们成立自己的 琪琪的 Illustration 这个插画工作室的时候 当时其实我们是想说 用插画来工作 其实有很多 接很多客制的一个作品的方向 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在 大概我们花了多数的时间 才找到我们品牌定位的 嗯 我花了大概两年 嗯 就是我一开始早期的时候 单纯 当初就单纯想要用画画当工作 所以就 找说 那我如果插画要怎么样 才比较有市场需求性 嗯 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有蛮多人 都在做什么饰演会啊 或者是婚礼的东西 然后我就想嗯 那我我我能不能也来试试看 然后刚好我的风格 可能也比较符合 这一块市场的人 有有一定的人 有一些人会喜欢 他就觉得很温暖 然后缤纷这样子 嗯 不过因为中间就是 因为单途接客制在早期 初期的时候一定是 非常比较不稳定 嗯嗯 因为你可能没有知名度 然后你 就是也许 作品可能累积还不够多 对对对 所以比较不会弄 就是比较会不稳定 然后会比较 就是真的是比较 真的很蛮不稳定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 是不是应该要再去 所以中间那段时间 也要再去全职工作 对 不过后来是因为 有在思考自己的定位的时候 就发生 我就在想 那我自己的东西 跟别人哪里不一样 就是发现说 那我也可以结合 我过去可能 有一些创作 比如说我也是有去念 就是创作相关的东西 那我如果把这些图像 嗯 比较创作型的图像 但是我是以 婚礼 就是把婚礼 结婚这件事 有一些好的寓意啊 比如说像家 就像 对这个像家的 或者是 捧花 对这种东西 然后结合到我的商品上面的话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效果 对 然后那时候也就是 后来就发现 诶测试 就是上市到市场之后 就觉得 诶好像大家反应不错 然后才 开始找到说 原来我的定位就是说 我也可以接客制 那没有问题 但是我也可以有 我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有一些 原创插画图像的部分 对 所以其实我们慢慢找到自己品牌的一个客群的方向 对不对 然后其实也蛮开心的是 因为我们找到一个我们画作的主题 那其实我们可能就更好去开发 我们自己在这个方面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类型 然后可能更好我们有作品可以跟客人做讨论 对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就稍微 我们就确定了我们想要做婚礼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插画图 对 然后其实这也算是我们当初一个起初创业的一个困难 那因为可能知名度不够 然后作品的方向不够 然后客人找不到 然后结果我们确定的方向慢慢在制作以后 我们现在两年后的现在 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作品 对不对 有比较成熟的作品 然后也有比较稳定的一个客 就是客群吗 对对对 就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客群 是 对那我觉得真的 因为如果要以成长性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成长空间 但是我觉得已经 我觉得最基本的已经度过了那个创业最难过的第一砍 就是说你要找到自己的目标客群 跟找到那个方向 所以现在很开心我们定位有找出来了 对这早上过了第一关 可能说不定之后还有很多关 对对对 可能扩大可能往外再扩展的时候 到时候会有更多挑战 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分享一下说 其实我们确定我们自己的平台 比如说我们客群决定在以婚礼这个相关新人来说的话 我们自己的建议里面是 我们希望在这个这其中我们提供他们的服务是什么 就是我一开始最开始就是以珍视你们的美好时刻 就是英文就是treasure your important moment 就是说因为结婚这件事情是 大家大部分人一生一种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是以一个我也是很用心去对待 去有一种祝福他们的意思 就是我在做作品的时候也是就是 就是会很认真或是比较仔细的去对待这些事情 对所以其实能够参与他们这个重要的时刻 以及提供他们解决他们想要 应该说应该是透过你的画作巧手 可以帮他们完成他们的人生中这个很重要的纪念性时刻 对 很开心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助手这样子 对一个祝福他们 然后帮他们完成一件小事这样 让他们的时间很大的这个过程 其中一个小螺丝丁也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提供的作品大概有哪些呢 我的主要有就是结婚书约 然后就是里面是有 书约就是摆放证书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有谢卡或是席帖这样 就是这个谢卡这个很漂亮 就是这个双席这个 这个是我的 对对这也是我自己创作的图像 就是他这个喜就是也是那时候也是单纯就想说哇 就是我也是看到好多喜在那个结婚的很多物品上面 然后想说那我用插画的形式来诠释一下 我觉得我喜欢觉得比较活泼可爱 然后有点比较年轻的可能会喜欢的那样子 然后就这个你这个喜超可爱的 好丰富哦 对对对那个喜真的后来 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就是我后来有发布这个图像 当在我的IG上的时候也是有比较就是还蛮多正向回馈 说很可爱 对对 因为这个喜感觉就很丰盛啊 美满这是一个花园的概念 嗯 对就是对我其实还蛮喜欢花的就是 刚好可能花也是跟结婚的东西会比较像 就是像花朵啊或者是婚礼元素很多的对 而且结婚可能就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缤纷的颜色 也许他们可能就觉得啊这样很活泼 然后或者是有喜气的感觉 对嗯 我们来具体讲我们的画作的呈现 其实都是以比较缤纷温暖的设系去提供对不对 对嗯 刚好符合可能是喜欢这一类型需求的客人会找到你这样 对然后加上可能刚好结婚这件事也是比较喜 就是大家就是喜庆然后可能要开心 然后觉得刚好有跟我的风格也有搭上 这是不是也是算是你开始比较擅长的领域哦 比较画风可能符合这样子这样 对所以我当初也是后来选择就是在婚礼这块领域也是因为这样 就觉得说我自己的风格本来就比较类似这样 就很符合对 刚好找到命定的一个方向了 对不对 就不用再特别去改方向或是什么 嗯 这是很幸运的事 那再来我们来分享一下说 你在呃成立这个品牌之后啊 你觉得你自己得到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哦我觉得其实就是客人的一些反馈跟鼓励 就是我觉得 嗯 我可能以创作者的角度就是比较会觉得说 诶有时候会看不到 就是会觉得自己的作品 就是有时候也会觉得没有那么好 或者是有些盲点 然后会觉得说 可是当客人有时候给我一些回馈的时候 我会觉得 嗯 我也是有点被他们感动到 就想说哇我的图像真的 呃让他们那么开心吗 对 或者是他们觉得很喜欢 然后他们很谢谢我 就是当这种比较正向的回馈过来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真的很有成就感这样 嗯哼的确是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请其他来分享自己的品牌 目前啊 对他的期许是什么 哦 我短期跟 就是比较现阶段目标 第一个就是 当然就是要先持续在创作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图像 其实也是跟婚礼有关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蛮重要的 这可能要规划一下哦 把自己做时间分配哦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 这件事情真的是所有事情里面最难的一件事 因为就是内容的铲除 需要一些时间去酝酿跟发想 那我觉得可能对外的一些活动也是参加婚礼展 就是去跟 就是大家就了解产业界现在的客人在想什么 或者是去认识一些也许不同的厂长 或了解一下状况 嗯嗯 对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也要做不断的进修跟收集 收集性的资讯来让自己丰富自己作画的一个元素 对 没错 因为尤其我真的觉得可能 因为像这种插画类型工作厂 大部分都是自己在家 或是比较独自可以完成的一个工作 所以偶尔有一个可以在外 就是面对外的 是真的蛮不错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 我也蛮喜欢的 就是帮你收一下新的一个资讯 帮你收集一下新的一个资讯 帮你可能在家里就是会久了 就会觉得就有点无聊了 对 所以其实我们要让自己的思想活络 或者是我们创作元素再多一点 我们还是要去看看其他的作品 或者是参考其他的一个产业的一个 做交流这样子 对不对 那他再来就是 我想请琪琪来分享一下说 如果说有其他的年轻人想要做这样的创业 你会建议他怎么开始 你是说同类型的吗 还是都可以 或者是你要以 同样以单纯以旧创业来讲 好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想做一个 专属于自己的事业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心态上我觉得要有一个坚持的心 就是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 你不会一下子突然很顺利 对 然后就是虽然你中间可能有一些挫折 但是你可能还是要持续坚持 我们一起期经历了两年 对 说不定我跟其他 也说不定其他创业者 有些还坚持更久 我觉得 我觉得两年我已经非常 很开心说度过了 我在想如果我要坚持十年 我会不会也会有点动摇 但是就是要看每个人你想要 因为每个创业别类别 真的差太多了 是 但我觉得第一个心态要坚持 然后再来就是 真的是持续投入 就不管你一开始可能是兼职 或者是 你可能一开始 必须要先使用兼职的方式 那你也是可以持续的投入 就是每天一定要记得 拨一些时间做些什么 然后有些 如果你是真的 决定要全职的话 那就可能真的是 要更积极的 逼迫自己 对 对 然后再一样的时间 然后吸收 我觉得就是 其实吸收你的客群的反馈 也蛮重要的 就是当今天你的客户 因为我觉得 了解市场需求 有时候真的需要一些 我也是被训练 就是我一开始 也抓不太到客人 想要什么东西 但有时候 他们也不太会 有些客人不会明讲 但是你可能要从 他们的问题 他们提问 他们会问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要去想到说 他们问这问题 是不是他们在寻找什么东西 或者他们期待 想要看到什么 对然后但你就可以 越来越了解你的客户的需要 然后当你就是能提出 很符合他们需要的产品的时候 那你们就有 就是有可能可以 就是完成 就是你们就可以成交 就是有一个供给跟需求 然后也可以达成客户的期待 让客户很开心 那你也觉得 你做的事情有被重视 然后你也很开心 这样 大概就这两个 然后但我觉得就是慢慢 坚持与努力 对 坚持跟努力很重要 就像我们琪琪当初没有放弃 然后持续的在画画这件事情上做努力 也找到自己的品牌定位 然后我们用这两个要素 就是坚持还有持续的投入 这是努力的方向很重要 那鼓励大家可以再继续有自己 投入创业 或者从事自己的品牌 这样 谢谢我们的琪琪 不会谢谢 谢谢 谢谢